! 沒有錯,我的聲音聽起來現在很低又很沙啞 因為我感冒 但其實到今天已經恢復的差不多了 就是偶爾還是會有鼻涕跟坦呢 但精神狀態是還好 可是我失去了味覺跟嗅覺 我吃什麼東西喝什麼東西都沒有味道 我真的是 但我有驗過我不是確診 而且我確診的時候 反而沒有這樣失去味覺跟嗅覺 反而是已經確診過了之後 之前有一次感冒也是這樣 突然有一天沒有味覺跟嗅覺 但那就只有一天 但我這次是已經三天還四天都這樣了 所以就是 覺得蠻難過的 我吃不到甜味 我吃不到食物的美味 扯遠了 重點回來今天的影片 今天要來拍我2023年 買到非常後悔的產品們 今天打算用這些產品來化妝 希望我這支影片可以 心平氣合的拍完 我們馬上從第一個產品開始 底妝部分呢 我自己購買的 沒有什麼採雷的 就只有一些 因為工作關係適用到的產品 可能不適合我 我覺得很雷的 那我今天就是 還是用一個我比較喜歡 這是喜歡 這不是採雷 是Prada的粉底液 但是刷具就有買到雷品 大家知道我去年開始 非常喜歡用這種 平頭一字型的這種粉底刷 然後我就買了各大品牌的來用 費師加分算是在淘寶上面 評價還不錯 刷毛啊 什麼這些品質也都很不錯 我自己也買過很多次 所以我對他們家產品 其實是有一定信心的品牌 結果 大採了耶 你們看這個 超硬 這真的超硬 這個刷毛沒有什麼柔軟性耶 就是這種很硬的 你們聽著聲音 然後另外一款 你知道我就是對他們太信任了 一次出兩款兩款都買 兩款都踩雷 這個更誇張 太扯了 這真的好難用 你看刷在臉上的時候 那個刷毛完全就是 它沒有那個彈性 沒有那個柔軟性 它沒辦法這樣子 順著你的皮膚 它就是很像一塊塑膠 真的好難用 一樣也是就是這樣 把粉底沾了之後抹上來 其實它當然功能性還是有 它還是可以把粉底液鋪得滿均勻的 可是就是使用的感受不夠好 不夠舒服啊 大家想要知道好用的一字粉底刷 是什麼的話 記得要去看我的那個 愛用品 愛用刷具工具類的分享那支影片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 我有買到 我覺得很平價又很好用的 這種一字型粉底刷 這粉底液不愧是我的年度最愛 上起來真的好漂亮 不厚重然後又很服貼 順便就是 在一個踩雷的影片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愛用 而且通常這種一字粉底刷 就是會讓粉底的用量比較減少 但是這一個 我就不知道它的刷毛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它並沒有讓我覺得粉底看 我全部都用完了 並沒有讓我的粉底用量減少 然後這個刷毛又很硬 真的是好雷哦 接下來遮瑕還讓我很失望 就是兩個韓牌的遮瑕 其中這個Desic呢 它那時候一出的時候 我還發過Rios推薦過 因為我覺得它有九個顏色 這個設計其實是蠻好的 而且還有這種比較深的膚色 所以可以去調和 就是讓 除了白皙皮膚的朋友以外 像我這種 自然偏黃皮膚的人 也可以用這個遮瑕盤 可是 我發現它放了一陣子沒有用之後 就會油水分離 這真的不太OK耶 我知道其實蠻多產品 像是唇彩唇柚之類 有些也會油水分離 我覺得那個就是 因為我們彩妝品太多 所以這樣有些一陣子沒有用 會有這種狀況 其實是OK 但是我可以把它拉一拉 或是和一和 它就可以重新再使用 就是它那個質地 是可以很好再變回去的 但是它這個油水分離的程度是 你看這上面有一層油 你看到嗎 它上面這一層油很明顯吧 我也嘗試這樣把它搓揉 想要把上面這個油揉下去 讓它質地恢復 欸沒有辦法耶 就是它還是 那層油還是在上面 比如說那個比較淺的顏色 這樣手指刷好像還好 但是我試在手背上的時候 就覺得它那個油的部分太多了 你們看得出來嗎 你就會覺得它的遮瑕度有被影響到 因為它那個質地已經有點 變得油的部分 你會沾取到太多 呃好油喔 有沒有 就是它的遮瑕就變透透的 有沒有 它明明應該是一個滿深的膚色 就會變成這樣透透的 而且它很神奇的是 它就只有這種膚色的會這樣油 會跑出來 但是你看下面這個 淺色的這種 綠色啊 紫色的就不會耶 真的滿奇怪的 那我當然會很後悔 因為它變成這樣子 我就不太好使用 基本上就是沒辦法使用了 然後另外一個讓我們失望的 就是KOLIO的 KOLIO這一盤呢 因為買的時間沒有像DESIC這麼久 然後它就是比較這幾個月才買的 所以目前還看不出來它會不會油水分離 但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真的不是常態 不是很多遮瑕盤都會有這個問題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有遮瑕膏 有這麼嚴重的這種油分離出來的狀況 我買過那麼多的遮瑕盤 那麼多個個大大小小的品牌 就是沒有一個牌子會這麼嚴重 而且也說真的 我大概就是買了過 也不到一年吧 可能頂多八個月之類的 就是半年以上一年以內 就分離成這樣 我是覺得滿誇張的 然後好回來 KOLIO這一盤 這一盤我覺得會讓我失望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它的遮瑕度很不夠 因為你知道KOLIO就是一個 在韓國 不管是它的氣墊 或是它以前出的那種 液態遮瑕膏好了 你都會覺得它是遮瑕度比較好的韓系品牌 但是這一盤就是遮瑕度有點太輕透 然後它的質地也滿怪的 你看它下面是三個比較淺的顏色 這三個質地我覺得很OK 就是那種偏軟 稍微用手揉一下就會軟的質地 但它上面這兩個膚色 明明就是很重要的膚色 而且是讓你可以這樣調色用的這種 結果它這個膚色的質地就比較硬 比較難取 然後像這個比較深的這個 可以當修容或是 比較深一點膚色的人 可以用這個質地去 這個顏色去調色 但它就比較硬 那比較硬的話 你就會很難用刷具去沾取 然後你也會很難調色 所以我就覺得用起來非常的失望 我就覺得這幾個韓系品牌 就因為我年底 就買了很多韓系的這種遮瑕盤來測試 我真的覺得 The Sense 最便宜 CD值最高 然後質地也是我最喜歡的 Desic這盤呢 我已經不想用了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質地 已經太難混合均勻了 所以我就今天用COLIO這盤來上演 我自己習慣還是用刷具 可是它這個質地太硬 你看用刷具就真的有點 沾不太起來的感覺 混合一點這個鮭魚粉 黑眼圈這邊這樣稍微遮一下 接下來來遮這個泛紅 泛紅部分就可以混一點這種綠色 綠色跟膚色混在一起用 雖然混合 但是整體顏色對我來講還是有點太淺了 有點太淺了 所以我用粉膚稍微按壓一下 好現在這樣子半點半點遮瑕的效果 就是比較自然系的遮瑕啦 大概就是遮一半吧 但主要就是這個質地我不喜歡 接著腮紅類呢 像我很喜歡這種霜狀液態腮紅啊 其實也是蠻容易踩雷的 這個DM的腮紅霜我就覺得 哇這個質地我也是不行耶 而且DM他們家的產品其實沒有到很便宜 而且我又一次買了兩個色號 然後我用了 你知道我其實也才只用了這個顏色 我就覺得這質地我不喜歡 拉近給你們看 它還是那種有點太硬了 就是你要用手這樣去搓它融化它 它比那種Lily By Red BBIA都還要硬很多 然後質地就是那種比較稠的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透過畫面感受到 它除了質地是這種比較硬的之外 它還有這種黏黏的感覺 很像唇蜜那樣會黏黏的 我跟你們說會黏黏的我真的就沒有辦法 因為我就是一個混合偏油 就是皮膚上面真的很不喜歡任何黏感 或是會悶悶的東西 就對我來講那個東西都會讓我覺得 皮膚上面很有負擔 所以這個質地我真的是混合偏油 油性膚質的人通通都不要靠近 但搞不好乾肌會喜歡 因為它就是屬於那種 我覺得保濕度應該是比較高的這種霜狀產品 然後它其實是可以當 那個腮紅霜也可以當唇彩的 那我今天還是就是用這個顏色好了 它真的好黏喔 我把它放在手背上面這樣摸 你知道手跟皮膚這樣子 拿起來這個瞬間 我可以感受到它那個質地是這樣 有點牽絲牽絲牽絲那種黏黏的感覺 還是用粉撲來搭配使用 會比較安全 它顯色度其實蠻好的 你看就是這樣沾在手背上用 它的顯色度都可以立刻跑出來 不需要疊加太多次 其實我覺得這個產品搞不好乾肌會喜歡呢 因為你們看它保濕度很高 所以上完之後 那個腮紅的這個光澤感很強 但我的膚質我真的是沒辦法 我好害怕 所以有點太油膩了 而且如果我今天底妝是用那種 比較沈抹 比較持久型的粉底液的話 它很有可能會在我這樣拍腮紅時候 就把我底妝黏走 因為本身那個腮紅 它就是比較有黏度的 我很想喜歡它 但是我真的沒辦法 很不適合我 接著另外一個彩雷的腮紅 我還一次包色 就跟剛才那個腮紅一樣 我就兩個顏色都買了 這是小奧丁的聯名系列 砰砰腮紅膏 你看也是包色 三個一起彩雷 這個我不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 你從肉眼看盤自己的顏色 跟實際刷色差太多了 你們看這一顆 原本以為是一個淡淡的偏橘的腮紅色 結果刷色它會變成這樣很淡的粉色 結果我覺得你看這個偏橘跟偏粉也差太多了吧 刷到手臂上面 你們不覺得這顏色差太多了嗎 我現在手臂上這個顏色是二號色喔 可是如果單看手臂上的顏色阿 我會以為這個是一號色 我會以為是這個偏粉的耶 但不是耶 你們不覺得很不合理嗎 再來這個三號色呢 看起來就是一個淡淡的裸色對不對 看起來應該是那種很支性的裸色 結果你們看它的顏色也是這樣偏 我就是有點都有點太偏白 然後你看就是都會偏粉掉 往粉色那邊跑 就是跟盤子裡面看起來差太多了 我們來看真正的粉色調的一號會變什麼樣子 最下面這是一號色 它刷色看起來是有一點點螢光有一點點紫的 紫色調還蠻明顯紫粉色調的 你們看這三個腮紅的顏色跟手臂上的落差 其實如果單獨看手臂上的顏色 我不會覺得說它是個雷品 或是說它的質地很差或什麼樣 可是就是問題是 它跟我期待的顏色差太多了 就是手臂上的試色跟我肉眼看到 就是這個腮紅顏色 我想像我應該在臉上要什麼顏色 狀態已經有點差太多了 這個就是讓我覺得也是不太OK 就是這完全不是我想要買的色號啊 好今天就來用這個 當初讓我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拿二號色想說 欸我今天要來用一個淺淺的橘色系的腮紅這樣 結果一用上去 怎麼這麼粉 把我嚇傻了 今天就來用這個 當做那個澎潤提亮色的這種腮紅 但這個腮紅我覺得搞不好白雞會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三個顏色都滿適合那種偏白的膚色用 比較不適合我們這種偏黃的膚色用 都帶太多那種白色調在裡面了 然後來用這個三號的 放在臉的稍微外側一點 好我剛剛用三號色再疊加一點在顴骨這邊 其實這三號色我覺得應該是三個顏色裡面 比較適合我的 然後另外兩個顏色真的是 跟我想像的落差太大了 但我覺得這三個腮紅其實如果是白皮膚的朋友 應該會滿適合的 而且他們質地其實上起來還滿服貼 也不會把底妝黏走 質地上來講我覺得比那個DM的腮紅霜讓我更喜歡 只是顏色的部分 就是可能大家購買前最好多看一些刷色 確定一下它實物的顏色可能是會長什麼樣子 我現在快速的去修容訂個妝再回來 眼影的部分呢 我去年買到最失望的眼影盤 我覺得大家應該能猜到 我已經有分享過了 就是3CE這一盤 哇 真的好失望喔 你們看它的顏色 其實還滿可愛的吧 就是本來想說這種淡淡的偏橘色系的 感覺很適合夏天 也會很適合我們這種黃皮膚才對 結果它的顏色真的是淡到爆炸 我真的已經懶得在全部刷色 我就刷我覺得最扯的幾個顏色給大家看 你們看這個珠光 這珠光真的是 我就問 這珠光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已經不是什麼白皮膚或黃皮膚的問題了 這就算是白皮膚差 也是沒有顏色吧 我又再弄一次 真的太淡了 這一盤我真的就是對它這兩顆珠光 特別特別有意見 真的顏色太淡 完全不知道這兩個珠光的意義在哪裡 那它的霧面色呢 確實配色看得出來 就是已經整體就是偏淡了 就是霧面色可能至少白皮膚 還可以稍微畫出一點感覺 一點層次 但是珠光真的就是 對眼妝沒有任何的幫助 我今天還是得用這盤來畫個眼妝 直接先用這個顏色 但是說來好笑的是 明明是一盤我覺得 比較雷的眼影盤 但我莫名其妙也用這盤畫過 應該第三或第四次妝了吧 就莫名的使用次數還蠻高的 再來用到這一顆橘色 你們可以看到上面 我用刷具有多用力的搓它嗎 因為這個顏色也是淡到不行 可是我又覺得這個顏色 應該是這一盤的 霧面色的一個重點之一 結果它的飽和度 真的是低到一個好失望啊 還有上在眼窩的前半 真的好淡 再來用這個顏色 敷一點再來臥蠶 接著用最深的咖啡色 加深眼窩後半 真的也是沒有多深 好透好透啊 過彩陰影稍微加深 這個顏色拿來加深陰影 倒是蠻不錯的 很自然 就像用這個最淺的顏色 提亮眼頭 一直一直還是用一下這個珠光色好了 我真的 不懂這個珠光 而且它還有一點弱風 這次它比較漂亮就是這一顆銀白色的珠光了 幾乎每次都要靠這一顆 稍微挽救一下這個眼妝 有沒有 這個珠光 就是漂亮的 然後今天眼影就會長這樣 這下眼線液呢 這一款KISS ME的也是讓我蠻失望的 它是那種珠光的眼線液筆 但它畫起來的閃度真的過於低調 就這種 真的對我來講太低調了 完全不是我的路線 就是我個人會喜歡再更閃耀一點的 直接把它來上在臥蠶這邊給大家看 其實它的出水量還有筆頭什麼 我覺得都蠻好的 但就是這個顏色 跟它這個珠光的閃度 太過諾有四五了 你們看這邊沒有上 這邊有上 就是這個差異對我來講有點太小了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也是我買的 覺得有點後悔 希望它可以再更閃一點 就跟我期待的效果完全不同 眼線產品有踩雷兩款 都是這種比較高狀的那種眼線產品 這一款那個Mishra的 就是那種韓國彩妝是很愛用的 然後它就是可以這樣子擠出來之後呢 它前面這邊有一個頭 有一個小托盤的感覺 就可以讓你把產品擠到上面之後呢 就可以用刷具沾起來畫 但是它這個真的是乾超快 我大概採用一兩次吧 它就幾乎整支乾掉了 就是很難擠出來 然後它擠出來之後呢 就是在這個托盤上面嘛 其實我覺得它的概念是好的 但因為它乾的速度太快 所以它擠到這個托盤上面呢 你也不太好 這樣真的是放在上面這樣用 因為你這樣如果放在上面用的話 其實它裡面的產品就會乾得很快 我自己就已經是不會使用它這個托盤這樣用了 因為我這樣一直開封的話 它就會乾得更快 我已經沒有這樣用 它都已經乾很快 我就不知道真的這樣用的人 它是不是只能用一次 第二次就乾了 因為我個人都還是會把它就是擠出來之後 挖起來 放到手背上來用 然後你們看它就是才剛擠出來 你們可以感受到嗎 它就是已經有點這樣乾乾的狀態了 質地已經不是很濕潤了 先夾一下睫毛 忘記夾了 然後在手背上調整一下用量 然後再畫上眼皮 但你們看 你們看 你們看得到嗎 因為它質地就是沒有很濕潤 所以其實很難畫上眼皮 你們看 就超級不顯色的 就是對我來講我覺得這個顯色度完全不... OK 你看我這個眼頭的內眼線 就是沒有什麼顏色啊 然後因為你看它這樣太乾 所以我要拿來畫眼尾 也不是很好畫 就有點拖不太動那種感覺 借了這一款治優犬的 也是讓我很傻眼 它也是這種眼線膏 我覺得它原本的設計也是好的 它弄得像這種氣墊的模式 然後上面就有個腮網 就你可以這樣 下面是眼線膏嘛 你可以這樣直接往下搓 就可以把眼線膏沾起來 但問題是它並沒有想像中好沾取 而且它這個沾取之後 在上面這邊乾掉的啊 就你就會很難再沾取到下面的 你們看我這樣沾取完之後 到手背上畫的 你看也是這樣偏乾的 我覺得這種都太乾了不好畫啊 這兩個就是我想嘗試這種眼線膏的產品 結果很失敗的購物 真的好難畫喔 經過我一番努力畫出來的眼線 長這樣 就是能用是能用 但是真的很不順手 很不好用 我這麼喜歡買假睫毛 假睫毛當然也是有踩了不少雷 主要呢 我發現就是兩個部分 像這種上睫毛啊 大家看到這種毛流感 是非常直的這種啊 像我這種圓眼睛的人 這種真的不要買 這種戴起來真的超級醜的 你看它的不管是眼頭還是眼尾 就是它任何一個長度的睫毛 它都是這種很直的毛流有沒有 那我們戴起來的時候 等於你的睫毛全部都是這樣直直的 它並不是漂亮的散狀 戴起來真的好醜 像那個莉莉小姐他們家的睫毛很便宜 我本來是蠻喜歡的 但是這一款太刺了 就也是踩雷了 因為你看它的毛流 也都是非常直的 它雖然中間幾處是有這種做出小分岔 但是你主要看它的眼頭 眼尾 尤其是眼頭 這邊的這麼直啊 眼頭帶那麼直 真的會超奇怪 非常的醜 然後再來這種 落鬥的下睫毛 我也是大踩的 你看這個長度 這根本是上睫毛吧 這個下睫毛到底誰可以戴 這個 真的是要眼睛很大睫毛很長的人 才需要用到這種下睫毛 我就來戴給你們看 這種款式戴上去到底有多醜 然後其實睫毛膠呢 我也要踩了一個 這個牌子的 它是那種 可以當雙眼皮膠 也可以當假睫毛膠的 但它的質地太稀了 當假睫毛膠真的好不適合喔 它就這種 非常水狀的 像這種很水狀很稀的假睫毛膠啊 你的睫毛膠就會乾得太慢 所以 尤其是你那種 單觸的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單觸 還是整幅都一樣 這種睫毛膠乾得太慢的啊 你戴上去之後呢 它就會很容易位移 所以你就會戴不好 所以這種睫毛膠 我是覺得不OK 但或許它是可以當那個 雙眼皮貼的啦 就是這種膠的 但我個人是不喜歡用這種質地 所以我就也沒有程式 我今天就不用這個膠來示範了 因為我真的就會貼不好 那睫毛就是會到處跑 睫毛就還是要用我已經推薦過 100次的 心願先生的睫毛膠 光是這樣帶一觸 我就覺得好醜 你們看到嗎 它就這樣直直的往前飛 你看它這種做太直的啊 你看像我們這樣 睫毛是有弧度的 你看到了嗎 兩撮睫毛它的方向性的問題 因為我們眼球這邊眼皮 是有弧度的嘛 那你的這個睫毛 它都是這樣直的 就變成你照那個弧度貼 會這樣 那個毛流感有夠醜的 尤其是這邊 眼頭這邊弧度比較大的地方 這邊真的就會超級醜 睫毛有時候真的不是大家技術問題 有時候就是款式沒有選對 沒有挑到適合你的眼型的睫毛 貼起來就會這樣 好醜 這種唯一解決的方法就是 把前面這兩處 中間再剪分段 就是把它變成一小豬一小豬的去皺 讓它可以比較順著你眼睛的弧度去貼 會比較好看 我們就來試試看 用這個剪刀把它中間剪開 眼瞳部分現在毛流感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但我現在覺得中間這一處好像有點太短 也要改一下 重新貼好之後長這樣 就有沒有覺得 本來這種分處睫毛乾是讓你貼睫毛會更快 結果反而花了更久的時間在處理 到底在搞什麼 但經過我一番努力應該有比較好看一點吧 好像就把這邊眼睛也完成 接下來大家看這個下睫毛會有多荒唐 眼頭 超級突兀啦 也太好笑了吧 這下睫毛是怎麼回事啊 這下睫毛感覺是要換那種很特殊的 羊毛挖妝容才用得到 超級不日常 貼完了 大家覺得這下睫毛好看嗎 遠一點看的話是長這樣 超級放大雙眼 我覺得有點像以前那個 popting那種 羊娃娃妝容 其實我覺得眼尾貼這個還不錯 但是眼頭這邊真的是太誇張了 這個太長了啦 這個又濃密又長 這個放在眼頭這邊真的太怪了 把我這個下睫毛重新搞一搞再回來 好晚就回來 現在這樣子有比較好看吧 我前面兩處的睫毛改成貼這種 就是小眼毛的款式 這個也是我年度愛用有推薦過的 然後後面就還是貼剛才那一款雷品 你以為眼妝部分的雷品結束了嗎 沒有 接下來就是這個 一樣也是一次包色 然後就大彩雷的眼影蜜 這個是淘寶上面的品牌 我現在 我到時候再找一下它是什麼牌子 那時候我就看 小紅書上面有人分享 就覺得 哇好閃好漂亮 它兩頭都是這種很高閃的眼影蜜 我就覺得喔 完全就是我的菜 就很想買來試試看 結果 我就用了 它持久度超級差 超差 就是那種 三四個小時就消失了 它就會掉 掉屑屑那種 要不然你們看 它其實蠻漂亮的 然後它的刷頭是那種矽膠刷頭 就也蠻好用的 但是持久度真的太爛了啦 哇 我真的是好氣喔 我還包色 超級期待 結果 超級難用 你們看是蠻漂亮的 兩邊的兩雙頭兩頭都很好用 都很好看 不是好用 結果持久度沒有那麼差 我不確定會不會也是大家 就是會因人而異啊 可是我眼周算是偏乾 不怎麼出油的 我不知道它在我眼皮上面 就是持久度很爛 就是我塗在 就是睫毛下面這邊 大概過三四個小時 它就會掉得差不多了 我剛剛試色的 跟我現在要來用的 都是一號色 這個我真的很難過 因為希望它好用 你看它這個 矽膠頭的刷具很精細 所以可以這樣子 深入你的睫毛根部 這樣直接畫 然後你可以再拿刷具 稍微去把它暈開來 眼皮上也來一點 其實這樣塗在眼皮上面 就覺得沒有像剛才在手背 畫得漂亮 有沒有覺得 另外一頭這個亮片 很大的我也來用一點 它其實這一頭很可愛 它是那種七彩的亮片 五顏六色的 然後是那種透明底 我今天就要給它 最後一次機會 看看它這樣到 晚上的持久度如何 再跟大家更新 可能用留言 或是用那個 就是 到時候用手機拍一個紀錄給大家看 我剛剛在用這邊眼睛的時候 想到這個還有一點 我不是很喜歡 就是它這個眼影蜜啊 感覺是有一點 比較稍微比較濕 比較黏一點 所以你在拍眼皮的時候啊 會把下面的眼影帶走一點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今天我用的是比較大地色 就是比較淺的3CD那盤眼影 所以它底色 就是那眼影的顏色 被帶走一點是看不太出來 但如果我今天是畫了一個 比較煙燻 比較重一點的 霧面底色在下面打底 那再疊加這個亮片的時候 很容易在我用手這樣輕拍的過程中 它下面的那個眼影就會被帶走一點 如果有些人會介意的話 我提醒大家 它會有這個毛病 接下來呢 打亮也有一個讓我有點失望的產品 就是賽上的這個打亮系列 原本的那個米色的 我是蠻喜歡的 然後他們後來有出這種 有顏色的 一個偏橘的 一個這種偏紫的 但這個我覺得 可能是我 個人喜好的問題啊 就是可能有的人會很喜歡吧 就是可能會覺得 把它疊加在腮紅上面 會蠻可愛的 它就是這種偏橘 就我覺得它閃度 很不亮欸 很不像他們家這個系列 因為他們家這個系列的那種 淺的米白色 一開始的那幾個色號 我覺得都很漂亮 很閃 但這個就不閃啊 不夠閃啊 它可能就是比較適合那種 你喜歡那種 微微的那種打亮 就是微微的光澤感的那種腮紅 那你可能就會喜歡這個 那我個人是覺得 這對我來講 太清淡了啦 我們就用它這個刷具 疊加在這個腮紅上面 但其實今天這個腮紅 就算定了妝之後 它還是有 本身就有點光澤感了 有再亮一點點 但是真的沒有多亮 我覺得打亮就是要亮欸 這個你看這邊 本來是這樣的光澤 稍微再疊下一點 再加上它粉質又不是那種 超細緻的類型 就我覺得如果是這種 微微的打亮感的話 它最好要很服貼 然後粉要很細 但我覺得它的這個亮片感 又稍微有一點 它裡面就是有細緻的 然後也有幾顆 稍微亮片比較大的 然後我就覺得那幾個亮片比較大的 就有點 看起來有點顯得粗糙 所以我就 不是很喜歡 我用了這個都不是很喜歡 我這個甚至沒有打開來用 就只用了這個我就 非常的不滿意 好我接著去整理一下頭髮換個衣服 我們還有一些 純彩的雷品 我覺得我還是蠻厲害 剛剛整理頭髮的時候看一下 覺得嗯 今天的妝其實蠻好看的 用了一堆雷品 結果今天的妝蠻美的 我剛發現我少講一個雷品 是這種工具類的 大家看出來這是什麼 這是假睫毛輔助器 就是你可以把假睫毛放在上面 然後你就把它夾著 然後放在你的眼皮上面 放開 它就會戴上去 但我覺得 這東西根本就是沒有屁用 你知道我用它戴上去 我反而覺得我戴不好 有可能是這個弧度跟我眼睛 就是沒有很搭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我平常是習慣用鑷子 然後你們看鑷子 它的寬度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它夾睫毛的時候呢 左右兩邊的視線 就是我可以很清楚看到那個 那個睫毛的梗的頭跟尾 然後去對合我的眼型這樣 但是它這個呢 你看它的寬度就這麼寬 它當然是可以把睫毛夾起來 整個整段夾好沒有錯 可是它整段夾好的時候 它那個就會擋住我看不清楚 它到底有沒有貼準那個眼頭跟眼尾 所以變成我這個放上去之後呢 我都還是要用鑷子再去輔助去夾它 我就覺得這東西對我來講 沒有什麼用 買了之後沒有任何功能性的一個產品 好接下來唇彩部分呢 有兩款我覺得 我去年用到我真的覺得 滿雷的產品 然後在用它們之前的話 是習慣先用我很喜歡的唇部打底 而Muse的零零先做個基本的工作 啊我剛剛醒鼻涕把我的那個 鼻孔下面的底妝給弄掉了 首先是這一款很像顏料罐的唇釉 我不知道它到底要稱唇釉還是唇蜜 因為它流動性質非常的高 然後也不稱膜 當初我也是看它可愛的外表 然後就買了 然後剛塗的時候會覺得 欸滿漂亮的滿有光澤感的 但你們等一下看它就是會位移 會自動消失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看起來是滿漂亮的 剛擦完 然後它不會黏 流動性很高 你看它抿一抿 欸有沒有發現 抿一下嘴巴 那個顏色就跑掉了 你看我這樣抿嘴巴 它的顏色全部跑到外圍來了 就是它的唇釉 這個唇彩質地是沒有辦法貼在你的嘴唇上面 它是會跑來跑去的那種 我不知道要怎麼用它欸 我覺得它可能比較適合作為疊加吧 你看我現在就要把它推開 把它推均勻 講一講話就要把這個唇釉推均勻 顏色滿漂亮的 但是我覺得可能 只適合沒有什麼唇紋的人 然後你也沒有什麼習慣 冰嘴唇的人 要不然它真的會在你的嘴巴上面跑來跑去的 然後有唇紋的人它就會 陷進你的唇紋裡 味道的話我現在沒辦法跟大家回答 因為我現在是吃不太出來的味道 也不太出來的味道 所以這些產品有沒有味道 我已經不記得了 就是我只能靠我的記憶 但是我不記得 然後我現在也聞不到 蠟筆的味道 我真的很靠近那個鼻孔 我還是聞得到 微微的聞得到一點點蠟筆味 可是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要真的味道很重的東西 我才聞得到吧 然後這支真的是被我完全用光了 接下來是一個讓我很失望的產品 就是Wake Make這個 它這個應該是那種 會變成水霧質地的那種 偏霧感的唇釉 然後它上起來就是很輕薄 其實剛擦的時候也是漂亮的 但它是越補擦會越醜 而且我覺得它很挑唇框 你的唇框真的不能太乾 我上嘴唇還沒擦 我下嘴唇已經變霧面了 但它是這種很舒服的霧面 你不會覺得嘴巴上面 有一層東西有一層膜 都不會 它的舒適度其實是高的 但是我覺得它太挑唇框了 你只要唇框稍微也不是很好 可能稍微有屎皮啊 或是唇紋稍微比較多 嘴唇比較乾 它那個紋路就很明顯 然後你看我就覺得它那個 轉霧面的速度還是有一點太快了 所以像在補擦的時候 也會很難擦漂亮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像結塊的感覺 你有感覺到我的嘴唇上面那些唇彩 它沒有到很服貼 然後就是會卡在屎皮上面 不是屎皮 我現在嘴唇上面沒有屎皮 就是卡在那些唇紋呢 然後顏色看起來也會有一點點不均勻 蠻可惜的 不然我覺得它在嘴唇上面的那種 輕盈感舒適度是不錯的 但是妝效不行 不行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妝容 全臉也沒有全臉啦 但是用到很多 我去年買到很失望的產品 那這些也都算是我盡挑細選後的真的很失望的產品 有一些我覺得 就是你知道買那麼多產品 真的還是會買到一些不適合自己的 可是我自己還是會稍微判斷一下 它可能會比較適合乾肌 或是可能比較適合怎麼樣的人 但今天分享的是我覺得 任何膚質的人都不要去碰他們 就是 就是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有待進步 有待加油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不要踩雷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然後記得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留言分享起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